在山西一條村莊 一戶人家舉辦婚禮 竟用一張張100元人民幣鈔票 貼在A4紙上 鋪成一條通往新房的紅地毯 總共用了15000多元 有網民批評他們 不尊重人民幣 竟敢將印上領導人頭像的人民幣 拿來踩 事實上外地有錢人中二元父已經見怪不怪 有人試過同樣用100元的人民幣 砌個喜字和百年好合四個字 有人用錢摺成一束花來哄女生 又有人放個BB在一堆銀紙上當床睡 但想不到這股元父風氣已經吹到 本來較純樸的農村 香港富民電視記者林佳堯報導